哈喽大家好 大家敲碗了半年 延熙又回来了 我们的稀奇古怪呢 又再度跟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节目 延熙会讨论 机械之母 也就是工具机的产业 在前年起呢 工具机的业者开始大洗牌 那如果他现在是有切入 像自动化 AI 或是机器人的题材 业绩跟股价 是不是就比价有机会呢 去年7月我们已经探讨过 那过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呢 情况到底变成怎么样呢 看节目咯 工具机呢这个产业 从前年的下半年起 就因为俄务议题这些因素 整个欧洲 尤其是俄罗斯市场受到了影响 整个产业是陷入了低潮 到了去年的下半年后 接单的成绩还是不好 直接影响到了今年的上半年的营收 那今年后6月15 大陆的商务部呢 又终止了134项的 ECFA早收清单的 免关税优惠措施 这个对工具机的业者 下半年的业绩造成了变数 不过好家在 还是有好几家的业者 定出今年的营收目标优于去年 首先呢我先带大家追踪 我们去年跟大家提过的高峰 那它呢是其中定出今年营收要优于去年的厂商之一 高峰是核大的转投资公司 而且以自由品牌 这个产品行销全球 原本呢是以生产大型的加工设备为主 目前它则转向比较小比较精 更高单价的工艺水平更深的领域去发展 像是齿轮啊半导体啊机械手备 还有锻造铝圈 AI自动化产线这些加工设备 那谈到了一个重点 机械手备 这个就是机器人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原本呢就是Tesla供应链的高峰母公司核大 旗下呢有一间和设备厂蒙利 共同成立的蒙英科技 近期它已经传出了成功去切进Tesla 第二代的机器人关键的零件供应商 未来呢它会提供 关节型手备的减速机构 产能呢有机会逐步放大 那这个资料详细以后 可能在之后的节目 延细再跟大家明确的说明 那在生产这个关键零组件时 到时它是不是用关系企业的 高峰的工具机会更好咧 这个我们看下去 好的那再回到今天的主题高峰 在去年6月 现在的核大董事长 也就是高峰的荣誉董事长 沈国荣宣布呢 和核大旗下的生产齿轮 加工设备的部门 它要分割成新的公司 也就是巨大智能科技 预计今年底就会换股去并入高峰 明年起呢高峰的营收 就会多了一项巨大智能科技这一笔 那过了一年现在进度如何呢 赶快帮大家追踪 根据最新后公司提到的 这一季就要开始去做合并的作业 目前也按照规划在今年底要并进高峰 那为什么可能很多人好奇 要进行这样的合并呢 其实后公司也讲了 考量到高峰的加工的主要的精密零组件 是用载自行车啊 机车啊这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都会用到齿轮加工设备 那未来很多相同的客户 他可以互相介绍 同一个代理商也就可以卖更多的产品 换句话说呢 就发挥了1加1大于2的重效 所以呢展望未来高峰 他在6月中也跟大家表示了 在手的订单现在能见度是 两个月到两个半月 目前呢新台币去兑美元的汇率是贬值的 全年的获利有可能跟去年的0.97元相当 最大的变数其实就是日元 如果有贬值一定的幅度 那日本工具机对台湾的工具机的出口 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 这个是大家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那面对ECFA的问题呢 高峰他是有在大陆涉足装厂 所以呢他可以分时大陆的商机 这个倒不用太担心 再来呢我们再追踪一下 之前跟大家提过的百德 那百德主要呢是生产5轴的工具机 以欧美市场为主 也是以自有的品牌去行销全球 在2019年时宣布他并购了 拥有6轴雷射放电加工砖孔机的 英国航太用的工具机厂 也因此他拥有了像劳斯莱斯 奇异这些客户 那并购后就刚好碰到肺炎病毒爆发的影响 直到前一两年这个效益才开始显现 进而呢成为百德今年主要成长的营运动能 除了航太以外呢 百德还有切入半导体跟绿能这两大领域 半导体的部分 因应客户的东南亚的布局规划 正在跟客户开发新机台中 明年呢有机会是看到贡献 绿能方面呢就是百德近期以后 比较看重的地方了 根据呢总经理谢天心的观察 下一个台积电可能出现在 氢能源这个产业 是台湾走向近零排放的重点领域 为此呢百德他发展前瞻性的 高阶工具机 可为业者呢提供氢燃料 电池的制造解决方案 以上这些努力其实都已经展现在 营运成果上面 第二季的合并营收8.16亿元 年增23.66% 创单季的营收次高 前六个月的营收成长23.48% 预估整年的营收 有机会去挑战双位数的成长 挑战30亿元新高 获利部分呢第一季的EPS为0.83元 已经是工具机里面的美股获利王了 那面对ECFA的问题后 大陆自己也有开发5轴机跟控制机器 这个也成为了百德的竞争对手 对此呢百德也应他的大股东 从叶强要求在大陆向叶强租地去设厂 预计年底或明年初呢会小量生产 年产50台高阶显床 直到2027年呢 他才会进入大量的生产阶段 好啦 今天后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一样帮大家整理一下重点 加强后大家对工具机印象 高峰呢有机器人的相关题材 母公司核大后跟设备厂盟利共同投资的公司 切入了Tesla机器人的供应链 预估关键的生产零件将由高峰的工具机生产 另外呢负责生产齿轮加工设备的巨大智能科技 会并入高峰 明年起开始挹注高峰的营兽 那面对ECFA的问题呢 母公司核大在大陆有组装厂 所以不用太担心会受到冲击 那百德的部分之前并购航泰相关工具机的公司 已成为营运的主力 绿能方面则会发展前瞻性的高阶工具机 为业者提供氢染料电池的解决方案 这两项让百德的上一季的营收后 创了历史新高 同样呢面对ECFA的问题后 百德也因大股东的要求开始设厂 年底或明年呢就会小量生产 好的今天复播的第一集的节目到这里 今天我先带大家回顾 去年提到过的高峰 还有百德的这两家工具机的业者 最近有什么样的新发展 其他的工具机的业者 或是跨界合作有明显的突破的话 延西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当然在其他产业我也会帮大家 观察跟追踪 听到这个赶快还没订阅的赶快给他按下去 就跟过去一样 每周上来看看产业上的变化 长期下来相信对大家的操作是一定有帮助的 当然如果你想更贴近延西的操作 记得加赖每天收听节目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断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自导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精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